台中是雾峰去一家沙石厂 因为制成的关系发出了巨大声响 让附近居民拉白不调抗议 但没有想到业者居然在民众的住家前 用四个货柜叠起来 说这是隔音墙 让民众批评这根本没有效果 雨下个不停 四个货柜叠在一起 居民特地撑着伞出来查看 因为实在不放心 家附近的沙石厂居然用货柜叠成隔音墙 说要挡噪音 根本没用 我感觉不是什么好处啊 还是一样超过 民众越讲越气 台中雾峰去一家沙石厂 去年增加沙石碎解制成 巨大声响吵得附近居民无法安宁 特别录下画面 人听到不是碰碰碰 就是轰隆隆 居民拉白不调抗议 结果业者居然在民众住家前 用四个货柜叠成隔音墙 要改善噪音 施工期间就让人胆战心惊 担心地震或公安垮下来 现在还要怕这四个约八公尺的货柜 随时会倒下来 今天是记录了 因为不晓得是什么样的 这个奇才想出来的办法 居民说他们陈情至少35次 环保局却只开罚三次 罚了5万4 老检局掩来稽查 货柜它必须稳定捆绑或是加锁固定 那这一块我们会通知 那个厂方这边来做固定 由于堆叠的货柜 非属建筑法规的建筑物 非属违章建筑 怕有安全疑虑将要求业者妥善处理 居民无奈 本来漂亮的山谷 现在却变了样 记者中部众博报道